你說開店當然要想到說 咦 當初比較環繞的地區 所以在那種時候 就在大稻埕 大家都覺得新京的商業區 因為最古老的商業區 是在那個城中 總統園那圍中心那一附近 在西本町那一附近是 但是後倒了 就連續到後來整個 那個吉華街這個也就是那邊 那個新京區就是大稻埕 所以這位同學是在那邊 來參加這個 這位同學是因為江先生離家 沒有沒有沒有 這位同學是認為這個大稻埕 因為剛好這個大醫院結束 因為大醫院講的 1931年8月5日過世的時候 有兩個醫師繼續監獄 一清零到1933年底 然後結束了 結束了1934年 我主務跟主務把它租下來 然後在當年的農曆2月16號 去開這個 那個日子剛好就是陽曆的3月上 那本身是對這個就很有熱誠嗎 還是說一聲的 沒有我想喔 這個也當一個企業經營的企圖金 當你企業有這個企圖金 想到國際上去做的時候 我相信你今天到美國去做 你如果辦活動 不可能拿出這個漢堡 或者直接來燕賀 你發折拉到國際上去 他也是準備那個 準備梳醒這些東西去 我想台灣的企業 如果要發到國際上去的時候 其實要展現台灣文化的內涵 台灣的食物 而不是你必要一個國家 就是用外國的文化 跟內國的食物 代表你來自哪裡 我現在來自哪裡 沒有辦法掩飾 你來自哪裡 如果土耳大再怎麼洋往 人家也說你來自哪裡 所以今天我講 我們經營一些 有這個國際化的企圖金的時候 就必須很清楚 認為我是來自台灣 然後我希望 你把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意識 帶到國際上去 就這麼簡單 謝謝 謝謝高中 謝謝 謝謝